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来自科罗拉多的Jacob Root在警察使用泰色枪后声称自己瘫痪 并对涉事警官提起了一项联邦诉讼 索赔1亿美元 其次 在南中国海附近 美国和菲律宾军队进行了实弹演习 模拟抵御海上入侵 这是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最后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伯特·F肯尼迪透露 他的脑部曾被一种寄生虫侵蚀 随后死亡 这导致了一系列健康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紧张和动荡的世界里 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发生 从个人的悲剧到国际间的军事演习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人类面对挑战的勇气 也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以下是来自不同媒体的几篇报道 他们各自讲述了一个独特而引人入胜的故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一名男子Jacob Root在科罗拉多州逃离警察时 被泰色枪击中 导致下身瘫痪 目前 他已对涉事的警官提起了联邦诉讼 索赔1亿美元 Root声称 他当时被怀疑偷窃一辆汽车 而警官Robert Comstock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向他的背部发射了泰色枪 使他失去了控制 无法用手臂来保护自己 最终从人行道摔到街上 脸部着地病 摔断了脖子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警察局 虽然没有被列为被告 但正在审查案件的事实 另一边乡 半岛电视台报道了美国和菲律宾军队 在南中国海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 模拟抵御海上入侵 演习在菲律宾的海滨城市老沃格进行 这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菲律宾省份 这次演习是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之一 重点放在菲律宾的北部和西部海岸 靠近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 在演习中 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发射了导弹 并使用了岸边的榴弹炮 模拟击沉了五个代表两栖战舰的牌 演习期间 一艘中国军舰和两艘其他船只在台湾南部的伊塔贝岛附近被发现 美国军方还展示了新武器 包括一种称为太风的中程导弹发射器 能够达到台湾和南中国海的目标 在一个更个人的层面 美联社还报道了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24岁男子 马尔伦·威克曼在巴哈马一个码头遭到鲨鱼袭击的事件 威克曼在从一艘鱼船上跌落水中后 被鲨鱼咬伤了腿部 幸运的是 他最终成功逃脱 被送往诊所 随后飞往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 外科医生确认 威克曼有望完全康复 这些故事 无论是发生在城市的街头 还是遥远的海域 都体现了人类在面对逆境时的坚韧不拔 从个人的不幸 到国家间的军事演习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人类面对挑战的勇气 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复杂局势 在南卡罗来纳州 一项旨在整合六个卫生保健机构的法案 在获得广泛支持后 最终因为一位立法者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 采取程序性动作而告吹 这位立法者之所以震魔作 是因为他对自己被同僚嘲笑感到愤怒 据美联社报道 这项法案原本已经在南卡罗来纳州两院 得到压倒性通过 但却在最后关头意外夭折 这不仅展示了政治过程中 个人情绪的影响力 也凸显了立法过程的脆弱性 一个人的行动 竟然能够左右整个州的卫生保健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拜登政府宣布提议对庇护系统进行改革 允许移民官员快速拒绝 那些具有危害国家安全 或公共安全的犯罪记录的庇护求助者 这一提案旨在加强对入境美国人员的筛选 确保不让具有潜在威胁的人士进入国门 此举引发了关于如何平衡国家安全 与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辩论 也让人们对于庇护政策的未来方向 充满了期待与疑虑 在另一起事件中 Yahoo US报道了密苏里州一位法官 支持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命令从8月初选选票上移除8名候选人 这场诉讼源于共和党中央委员会 在某些线使用的审查过程 旨在剔除那些仅以共和党身份参选 已在红色多数线赢得选票的候选人 这一裁决不仅对被移除的候选人产生了直接影响 也对共和党在该州的选举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事件凸显了党内筛选机制的重要性 以及在多数派地区确保候选人质量的挑战 这三起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 却都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与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从州级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 到国家安全与移民政策的调整 再到党内选举策略的争议 每一件事都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在当今这个多变的时代 政策制定者需要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以及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对既定政策的影响 在探索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时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个人的挑战和秘密 还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 医学和文化问题 从美国总统候选人罗伯特 F.肯尼迪神秘的脑部寄生虫 到天主教会如何保护一个自白的儿童性侵犯者 再到贝多芬的头发可能揭示的健康秘密 这些故事都揭示了人类经历的广度和深度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伯特 F.肯尼迪曾在2012年的一次证词中透露 一种寄生虫曾啃食了它的大脑一部分 然后死亡 这导致了它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肯尼迪最初以为自己患有脑瘤 但医生后来指出脑部扫描上的黑点 是由寄生虫造成的 他推测自己是在一次南亚之旅中感染了这种寄生虫 医学专家认为 最有可能感染它的是猪肉掏虫 这种寄生虫可导致神经囊虫病 这是全球成人癫痫的主要原因 肯尼迪否认了有关他散布公共卫生错误信息的指控 并对有关他的健康状况的建议表示这很滑稽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来自《卫报》 揭露了一个天主教神父如何在备受与范蒂冈荣荣誉头衔后 被教会领袖在西奥尔良保护了20多年 尽管他承认性欠儿童 2020年的证词显示 即使在被建议将其从神职人员中除名之后 教会高层官员仍允许劳伦斯 赫克尔保持其职位 赫克尔现在面临着包括儿童强奸 绑架等在内的大陪审团起诉 调查还涉及到是否有教区成员 包括赫克尔在内 构成了一个负责广泛性侵未成年人的儿童性交易团伙 在文化和医学领域 雅虎美国报道了一项关于贝多芬头发的新研究 这可能为揭示这位伟大作曲家师聪的原因提供线索 研究发现贝多芬的头发中签 拱合身的含量异常高 这支持了先前关于他可能因签中毒 而导致听力丧失的研究 此外 对贝多芬基因组的研究也发现了 他患有肝病的显著遗传风险因素 以及他在去世前感染了乙型肝炎 尽管这些发现并未完全解释贝多芬的失聪和未尝到问题 但他们确实未理解 这位作曲家所面临的复杂健康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些故事虽然彼此不同 但都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 面对挑战 探索未知和追求真相的渴望 无论是在医学 法律 还是文化领域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了解和同情是理解复杂人类经历的关键 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里 北美洲的一周 以其引人入胜的图片和故事 捕捉了人们的目光和想象 从加拿大的郁金香田间 到纽约市的Matt Galachan会 再到迈阿密的入籍宣誓一誓 这些画面不仅展示了地域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脉动 这些图片 由美联社的照片编辑 Patrick Cissan精心策划 为我们带来了北美一周的精彩瞬间 然而 在这些美好画面的背后 政治风云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与德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亨利 库埃尔·Henry库埃尔 关系密切的两名政治操作者 今年同意认罪 并与司法部合作 参与对该议员的贿赂案调查 这一事件 不仅揭示了政治生态中的腐败问题 也对公众的信任造成了影响 与此同时 美国的国际政治局势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据CNN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 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 以评估俄罗斯 是否可能在2024年 美国总统选举中进行干预 FBI特别担心 由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拜登总统对基辅的坚定立场 可能鼓励俄罗斯 在选举中采取更积极的干预行动 美国政治内部 对于对乌克兰的支持 存在明显分歧 民主党人支持拜登的立场 而共和党人 则越来越远离对外援助 除了俄罗斯之外 中国和伊朗 也被视为2024年选举的潜在威胁 这些事件和故事 从美丽的图片到政治斗争 从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到内部政策的辩论 共同编织了一个 关于北美一周的多维叙事 它们不仅展现了当下的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 地理界限越来越模糊 而人类活动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则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直接范围 这些故事和图片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当代社会的面貌 以及我们作为全球公民 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一个充满法律与政治争议的世界里 故事从远在纽约的一间联邦法庭开始 涉及一位中国亿万富翁的 非法政治捐款和诈骗案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秦辉因议因认罪而被判处7个月监禁 罪名包括移民诈骗 使用假身份和进行暗中政治捐款 秦辉将获准抵消他已经在监狱度过的7个月 并将立即被驱逐出境 他同意赔偿代表他向纽约市政办公室 和美国众议院竞选活动进行捐款的其他个人 联邦法律禁止外国公民为任何联邦 中或地方选举捐款 这起案件不仅凸显了法律的严格性 也揭露了政治捐款背后的黑暗面 与此同时 在政治舞台上 美国政治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转折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美国推迟向以色列提供炸弹 这是自加萨冲突开始以来的首次 此举是对以色列拒绝停止 对人口超过100万的拉法南部城市军事行动的回应 美国警告称 除非有一个可信的保护平民计划 否则不会支持一场重大的地面行动 在接受CNN采访时 副总统乔拜登表示 如果以色列进入拉法 美国将不会提供武器 拜登补充说 美国并非放弃对以色列的安全 而是放弃了以色列在那些地区发动战争的能力 美国推迟炸弹运送的决定 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 他们认为 这让人质疑美国对以色列作为盟友的坚定承诺 另一场戏剧正在维吉尼亚州上演 一位法官将决定州法律 是否将胚胎世卫可以分割并赋予货币价值的财产 美联社报道 一对离异夫妇目前拯救妻子 希望使用夫妇在婚姻期间创造的两个胚胎一事发生争执 这起案件引起了全国关注 该审判的法官对于给胚胎赋予货币价值表示了犹豫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道德的辩论 也是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法律挑战的反思 这三个故事虽然看似不相关 却共同描绘了一个纠结于法律 政治和道德问题的世界 从秦辉的案件中我们看到了法律的界限 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转变中 我们感受到了政治立场的波动 而从维吉尼亚州的胚胎案件中 我们则窥见了科技进步 对社会法律架构带来的挑战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 必须不断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标准 阿肯色州的立法者已经结束了本届会议 但却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州内狩猎和钓鱼项目的预算尚未确定 阿肯色州游戏和鱼类委员会 AGFC在新财政年度7月1日开始将无预算可言 因为州众议院以62票赞成 21票反对的结果 投票支持该机构的拨款提案 但这远远低于通过该法案所需的75票 预算之所以被拒绝 是因为反对提案中将机构负责人奥斯汀 布斯的最高薪资增加到每年19万美元 AGFC拥有636名员工 负责监督周内的狩猎、钓鱼和保护项目 其主要资金来源是18分的销售税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